大家好,我是Roger 通常我們上網會找到很多很多的生字表 DSE有生字表,ILS有生字表 但為何大部分同學都會錯誤運用生字表 曾經有個網友留言,我非常深刻 他說自己付CAP過兩晚,但他都答不到他想達到的分數 我覺得問題的核心正正是和大家有時候會錯誤運用生字表 所以這段影片就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為何我們會錯誤運用生字表 第二件事是解決方法究竟是什麼 第一個錯誤的概念是大家會不以為我背了FUCAPLIST的內容 譬如我背了中文意思,我就可以直接提升我的聽說讀寫能力 我不會完全說這個概念是錯的 但我們背生字的意思絕對不是我們提升語文能力的全部 FUCAPLIST很多時候只是一個工具給我們第一步去提升我們的語文能力 讓我借筆記出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譬如大家看到這裡有個生字 很多人存這個生字的方法是純粹記在後面的中文意思 但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的是什麼呢? 我們忽略了的正正就是整句句子的結構 譬如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首先我要知道Thought Provoking其實是在形容後面的WON這個名詞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形容詞的角色 但WON其實它本身沒有一個特別的意思 我也知道其實它是有一個功能的 它的功能就是去代替前面的BOOK的字 因為這些很多代名詞的角色其實大家考試的時候都會忽略 而考官其實是有責任去測試你這些方面的知識 之後不知道大家能否留意到 這裡整句句子其實是落了reltive clause 簡單來說它是將兩句小句合併成為一句長句 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看到D過了 如果我要將這個句子分拆成兩個小句 就會想說本書是一本很引發思考的書 第二句就會有一個補充資料 就是它說你講哪本書? 原來就是我介紹的那本書 而其實這一句長的句子是這兩句短句合併而來的結果 但是reltive clause的原理我不是在這段影片詳細說 因為我之前也拍過幾段影片是關於reltive clause的形容和原理 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那幾段影片 但我想帶出的就是有時候我們有個生字 然後我們儲了一些意思 我們儲了一個中文翻譯 這個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步驟 去幫助我們去理解整個句子的結構 因為通常如果我們真的要改善DSE的Reading 或者IELTS的Reading 的確有些生字你一知道了意思 一知道了中文意思 他會直接幫你撿到少少的分數 但是如果你要顯著地提升你 尤其是英文閱讀的成績 Reading的成績 最重要大家以一個句子為單位 嘗試去明白句子全盤的意思 不單是生字的意思 而且是中間有些Grammar的原理 大家都需要去認識的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有時候我明明在生字表裡面 存了很多中文的意思 但是我都不可以幫我有效地提升閱讀的成績 可能我可以幫到少少 但是為什麼我不可以顯著大幅度進步呢 希望剛才的解釋可以幫到大家少少 所以大家就要善用網上的資源 因為網上其實我們有很多例子 有很多例句去幫我們看到 這個生字在哪裡運用 那個生字在哪個 context 在哪個處境裡面運用 從而令到我去搜羅更多的完整句子 幫助我去理解 究竟這個整句的意思是什麼 那個整句的意思是什麼 久而久之 我們如果用一個句子作為單位 我們去儲生字的話 我們就可以提升我們的閱讀成績 我們一起來看一個例子 例如大家看到 這個inspirational 其實它是啟發性的意思 一樣 我首先直接看看 究竟句子的功能是什麼 它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我的理解 其實它是形容後面 quotes 這個名字 quotes 可能是一些折落 可能是一些比較重點的句子 它是在書中出現 所以這個整個phrase 就是啟發性的折落 或者啟發性的語句 同樣 其實在 grammar 範疇 大家千萬不要發絡 就是這句同樣 大家都會看到一個reactive clause 最初步理解 就是跟上一個例子一樣 這句長的句子 就是I mean 這一句 它依然都是從兩個細句合併 而來成為一個大的句子 一樣 我們嘗試把這兩個細句寫出來 第一句很明顯 就是There are often many inspirational quotes 這個就是第一句 第二句是什麼 第二句呢 就會留意在這個位置 第二句呢 其實我會把第一句的名詞 借了 然後成為了第二句的subject 成為了第二句的主語 整句句子就會是這樣 留意這是一個被動式 所以就是想說 它是被提合 唯有我們將它斬開兩個細句子 我們才可以準確地理解這句的意思 通常我們學一個新字的時候 我們只看一個例子當然不夠 因為通常一隻生字 它是可以在不同的 context 不同的處境去運用 但現在非常好 因為我們有Google大神去幫我們 所以我們通常做個Google search 初步看看 例如你看到這個 The Team's Inspirational Captain 剛才明明說 啟發性是形容書的折落 為什麼這次 那個Captain 即是那個隊裡的隊長 我都可以形容 大家想一下 因為他啟發性的隊長 這樣中文好像不太合理 但是我們要想一想 可能他在說一個隊長 他經常去激勵其他人 他經常提供啟發性的引導 啟發性的指導給人 大概廣東話的形容 就代表大家理解到 當然不夠了 大家可能去我自己很喜歡的劍橋字典 再看看 究竟有什麼例子 第一 是有啟發性的字 可以看到 例如大家看到 He gave an inspirational reading of his own poems 意思就是 他將自己寫一首詩 讀出來 然後讀的方法 就是非常啟發性 當然 這些就在現實層面 未必出現 因為我上次聽別人的讀詩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已經是小學 但是語言 嘲笑永遠就是這樣 有時候 你遇到一些情況 一些 context 一些 situations 你從來現實生活 都沒有遇到 但是 偶爾又會很生活化 但是沒有辦法 這是一個遊戲的玩法 我們唯有去適應它 因為我們想拿高分 以及我們想展示我們的語文能力 但是大家留意 有時候如果我直接去看中文翻譯 真的未必能幫助我們 提升我們的語文能力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 這一句中文 你看到 他朗讀了自己寫的詩歌 讓人肯鼓舞 他根本就不是前面 這個英文的完整句子的直譯 直譯的意思是什麼呢 直譯的意思就是 他本身怎樣寫 我就怎樣解 其實他是有一些 意思上的翻譯在裡面 因為其實 根本是 令人肯鼓舞的朗讀 但是他竟然 將中文 放到句子的最後 半句子 如果大家看到那些句子 你不加以思考 你不想一想 究竟這個字形容什麼 這個字在整個句子的結構 擔演什麼作用 其實 如果你純粹是 照背這一句 或者是參考 所以未必能提升阅读的能力 尤其是在课程中 课程中有没有Google帮助大家 或者有没有Google翻译者 完全是靠自己去理解 当我理解这些句子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都要清晰地想一想 究竟inspirational是形容词 它形容什么 或者我理解它的subject verb 或者object的结构 这个subject在这个位置 gave在这个位置 然后o在这个位置 这样才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肌肉 什么肌肉呢? 不是真的做健身的肌肉 而是锻炼到我们理解的能力 当然啦 其实上网是有无限句例句 譬如针对inspirational 这个字 就不是叫大家找出无限的例句 因为大家时间有限 你还有其他语言 还有其他三字要去存 所以其实我个人建议 可能你找三至四句例句 或者其实两至三句都可以的 总之不要只有一句 一旦你理解到 那之后可能你就花其他时间 去理解其他你新学习的一些三字 其实在academic english 在学术英文里面差不多 因为有些人可能问 其实认识是否跟听读一样 我会觉得大致都差不多 只不过听读一段 大家有一个多出来的步骤 就是 因为有时候你看得不代表你听得到 所以很多时候 譬如YouTube 那段影片 十分三十五秒 去听到自己 那你就要练一练自己的肌肉 去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开回十分三十秒 究竟自己能否听到呢? 如果不行的话 不放弃 我们要用其他方法 那个方法 就是用YouTube 0.75 速 甚至是0.5 速 确认自己听读一句 是对到那一句 究竟是什么 那当然就没够了 就要记住 四日或七日之后 继续用维磨曲线的理论 去帮助自己做个重温 如何重温呢? 其实都是听多一次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听多一次 我确认自己 听到那一句三字 那就可以了 同样呢 如果说你七日之后 糟了 我突然听不到 不要紧的 同样放慢一点 0.75 速 直到自己可以听得到 那个三字为止 那之后 你就可以开一个新的语言 去重温 或者存一个新的三字 所以回到我们 这段影片最核心的问题 存生字表里面的三字 是否合作呢?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谈记 三字表只是一个工具 就不代表 我整个三字表 背到滚瓜烂熟 然后呢 完全每一个三字 都记得了中文的意思 大家记住 这样是不足以有效的 提升大家的语言的成绩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就是第一步 当然了 你要知道中文的意思 第二步第三步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第二步 我就是上网去找不同的例句 就是Google 可以帮大家 或者一些不同的字典 都可以帮大家 尤其是一些叫Advanced Dictionary 它们里面的例句的数量 会比较多些 在不同场景里面 它都搜索了一些例句 而且更信得过这些 因为你是货金 你真的要付钱买的 那些 但上网这些免费的资源 它未必是比最好的一些 第三个步骤 我就会从中去理解一些 grammar的结构 一些句子的结构 令到我可以准确地理解 用句子为单位 去理解究竟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然 去到这个步骤的时候 你未必自己一个做到的 有时候 有些 grammar的知识 可能真的未到 或者有些位置 真的看不明白 那可能你就要求救 要求救了 譬如你学校的老师 或者你步骤老师 whatever 即是可能你认得过 一个英文水平 你觉得它是reliable 你觉得它是可靠的 那就OK了 所以如果大家 譬如收到一份生字表 或者有些上网 一些give away 或者有些IG 一些give away的活动 大家收到生字表 千万不要过早开心 因为不是代表你背着它 你就会懂的 你还有很多step 刚才提过 那些是要做的 它只是一个工具 要帮你学习 它不是学习的全部 希望这段影片 分享的一些知识 可以帮到大家 然后如果大家 喜欢这段影片 不妨like subscribe 希望未来可以将更多 英文知识 有些考试技巧 带给大家 这段影片到此 下次见